上一世,爸妈矿难去世,矿主老板跑路,我被父母领养的妹妹被刺杀死,只因为她爱上了我坚决不同意的黄毛,被妹妹偷袭杀死后,命运齿轮开始转动,我重生了。 哥,我怀孕了。 闭嘴,爸妈死了,你就要听我的,去打胎,老老实实给我去上大学,跟我回家。 我不,我不走,子梁说过她要娶我,她会好好照顾我和宝宝的,我不要跟你回去,你凭什么要毁了我的幸福? 你的幸福?你这是毁了自己的一辈子,你知不知道? 看着眼前不懂事的妹妹,徐夏阳心痛到无法呼吸,父母三年前矿难去世,矿主老板跑路,一分钱赔偿都没有,我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自己的学业,供妹妹上学。 这三年来,自己不论严寒库术,都在建筑工地上打小工,马上跟我回家。 哥,我不回家,世界上最爱我的就是子梁,子梁答应过要娶我,会一辈子对我好的。 哥,你不要拆散我的宝宝和他的爸爸,我不会打胎的,我绝对不要去上学,子梁说过会养我的。 这是一道身影,死死地盯着的想要出门的徐夏阳。 撒开,那是我的女人。 子梁,快救我,我哥要带我去打胎,他要拆散我们,快救我啊,守护我们的爱情。 徐夏阳看向面前这个一脸狂拽的黄毛,直接怒火冲头。 我去探马的飞主聊。 一脚出其不意地踹在黄毛肚子上,直接将他踹飞出去,徐夏阳上前将他脑袋重重按在地上。 我探马报警抓你这个畜生,我让你进去一辈子,别想毁了我妹妹的人生。 嗯,突然一声重击。 子梁,你没事吧? 我探马窝赶你。 刘子梁发了疯一样地抱着徐夏阳。 我这是,这,这里是我家,我不是卡吗? 他看了一眼墙上的日历,2008年7月30号。 这是,我被妹妹和那黄毛小混混杀死的前一天。 徐夏阳起身,两眼迷茫,亮呛着走到客厅里。 等等。 你为什么非要拦着我? 子梁他就是爱我的,我就是想要嫁给他,你凭什么不让我追求幸福? 徐夏阳猛了,和上一世记忆中一模一样的对话。 我不是。 你就是反对,我也一定要嫁给子梁。 哥,你不了解他,世界上只有子梁最爱我,他说过要养我,要一辈子宠着我,不让我受半点委屈的。 徐夏阳突然释然了,上一世,自己那么拼命地付出,还被妹妹联合外人杀了。 不是,我是想说,我尊重你的决定。 嗯,你,你不反对我和子梁在一起了。 你愿意就好,我理解,尊重你们。 哦,对了,大学寄来的通知书,我放在爸妈卧室的床头柜上了。 哥,我就知道你一定会理解我的。 子梁他是真的爱我,会对我负责,你放心,我和他结婚之后,一定会过得很幸福的。 徐夏阳仿佛一下子卸下了人生的重担,整个人都轻松了很多。 好,你开心就好。 哥,太好了,子梁他人很好的,我晚上带他来家里,我们一起吃个饭好不好。 哎,大可不必,那什么,你们两个开心就行,我就不掺和了,今晚工地加班,我就不回家了。 哎,哥你早点回来。 暑假将近,自己要赶紧去三年前上学的高中找找老师,这一事,一定要找回自己的人生。 徐夏阳到了一中门口。 徐夏阳? 赵老师,你,还挺好啊。 赵老师,我还行,我妹妹考上一本了。 走,跟老师进去说,没吃饭的吧。 学校食堂。 这么说,你是想要回来学校读书了,老师当年就说,你小子脑子不本,肯努力,一定能考上一本,回来好,回来就好。 老师,我真的能回来上学吗? 放心,肯定能,老师一定帮你,吃饭跟老师一起去教务处,问一下那边值班的老师需要办什么手续,争取把你安排到老师班里来。 很快,吃完了饭的师生两个,就一起来到了教务处。 李老师,我这学生回来复学的手续有什么困难吗? 这孩子的事情,当初学校里都知道,的确不容易,但是他办理的修学手续最长只能修学两年,两年没回来就视为自动退学了。 自动退学?那学籍呢?煮消了。 自动退学的学生,学校会为他们再保留一年学籍,许夏阳的这个,正好一年,幸亏来得早,现在还不是完全没办法。 李老师,那就是说我还有办法回来复学对不对?我还可以考大学? 李老师你也是,这时候还大传气,只要能让孩子回来上学,什么条件都有办法的吗? 赵老师,你嘴真快,我刚想说,让这孩子出去等等,我先和你商量商量的,你看这。 赵老师,这,是不是还有什么困难?只要有办法,我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,我是真的很想回来读书,很想考大学。 他已经为了照顾妹妹,放弃了三年人生,现在任何一个可以让他回来读书的机会都是救命稻草,他必须抓住。 不是什么大事,就是根据新政策,需要你准备三万块钱的择销费,才能重新回到咱们学校,避免学籍被过期注销,这个钱。 上一世,爸妈矿难去世,矿主老板跑路,我被父母领养的妹妹被刺杀死,是因为她爱上了我坚决不同意的黄毛,被妹妹偷袭杀死后,命运齿轮开始转动,我重生了。 我初,只要能回来上学,老师,我什么都愿意。 徐夏阳一听到还有希望,立刻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。 好孩子,你先出去等我会儿,我和李老师商量看看,怎么把你安排的我班上来。 徐夏阳感激地看了一眼赵刚,郑重地点点头。 谢谢赵老师。 老赵,今年政策是五万,你…… 你小点声,别让孩子听见,那两万,我替他出,一个没爹没妈的孩子,上那弄五万块钱啊,三万我都差点一咬牙,替他一块掏了。 哎,你说的我也明白,你啊,也不先回家和你老婆商量商量,这钱不用的孩子全出,学校给他减免一部分,可能三万都用不到。 对对对,还是你知道的多,而且我记得咱们线上对于矿难家属上学不是有补助政策吗? 你得查查,看着孩子还能不能享受什么贫困补助,助学补助什么的。 说完,赵刚出去又把徐夏阳叫上来。 谢谢老师,我明白,我还是按照三万块钱全额准备,这些申请能有最好,没有我也做好准备。 处理完手续,赵刚带着徐夏阳走出了学校校门。 拿着,老师又没帮上什么忙,这点钱你留着,到时候也好买校服,重新买文具什么的。 对于自己垫付了那两万块戒毒费的事,他压根没有兴趣提起。 谢谢赵老师,我知道戒毒费肯定不止三万,要不您也不会把那张表藏起来不给我看了,我都明白。 您放心,我一定考上大学,有出息,赚大钱回报您。 好,你这么聪明,老师等你有出息地回报我。 我知道了赵老师,这次我一定不会放弃自己的人生。 这三年来虽然吃了不少苦,但也遇到了很多善心帮助他的人。 对了,夏阳,你多关注一下咱们县里公安那边的消息。 老师前两天听说那个矿主理老板好像是已经有线索了,到时候这矿难补偿金可是按照家属呼吸来的,只有在你家户口本上的人才能获得这赔偿金。 好,我知道了赵老师。 告别赵老师,徐夏阳心底的一块大石头也基本落了地。 哥,你回来了,快,子良,叫哥啊。 今天这么早就下班回来了,我摩托停落下没问题吧,我们锁怎么回事? 哎呀哥,我出门忘了带钥匙,子良送我回来的时候没办法进来吗?他撬开的,帅吧。 我不是说你们两个出去吃就行了吗?回家做什么? 哥,我早上和你说过啊,你都同意我和子良在一起了,我要带他回家来见见你的吗? 哥,你就是不了解他,他真的很好的,特别帅。 另外,我有好消息告诉你。 徐夏阳一心只想让这两个人离自己远点,并不想惹祸上身,再搭一条命进去。 说吧,有什么好消息? 哥,这个好消息我本来就是准备早点告诉你的,怕你听了会生气,所以就没告诉你。 现在既然你接受子良了,那我们就决定把这个消息分享给你。 哎呀,大舅哥,不要那么严肃,咱们马上就是一家人了。 我来说好了,蚯蚓怀了我的孩子,我俩准备领征结婚了。 徐夏阳上一辈子已经听到过一次这个消息了,如今再听一遍,早就已经毫无波澜了。 好,可以,没问题,我尊重你们的决定。 哥,惊喜吧,你就要当舅舅了,以后爸妈那个卧室就可以留给你大外甥当卧室了呀,这边离学校近,以后上学也方便。 虽然我们打算结婚了,但考虑到大舅哥你自己一个人住孤单,我们也可以搬过来住的。 赶紧先把争扯了,把酒鞋搬了,到时候,大舅哥你可是得做高堂的。 你们搬过来住,爸妈的卧室给你孩子用。 上一世他压根没有接受过这黄毛小混混,所以心头顿时怒火中烧。 而且,我家的意思吧,我和邱颖芝都准备结婚了,我家出十万块财力,想看看大舅哥你是不是也出点家状啊? 给我的公主一个永世难忘的婚礼。 是啊哥,你不是一直跟我说爸妈给我留了嫁妆的吗?爸妈留下的钱可以给我了吗? 好啊,十万块财力呢,我怎么没看到,拿出来我看看先。 大舅哥,咱们也就是马上就要成为一家人了,我家那片老平房知道吧,马上就要拆迁了,最少三百多万的拆迁款就下来了,到时候十万财力,肯定不齐。 哥,你听到了吧,子梁他们家里很重视我的,对我都很好,爸妈这老房子,我们也就住一段时间,等拆迁款下来,就去买大房子。 徐夏阳冷冷地看着对面的黄毛和自己的白眼狼妹妹,心里的怒气再也压制不住了。 滚,你俩都给我滚。 大舅哥,你突然发什么疯,让我俩滚,你没搞错吧,本来还想着拆迁款下来,十万财力给你留个一万两万的,也算给你面子了。 子梁,哥他肯定不是这个意思,哥,你不是都答应了我和子梁在一起吗?我嫁给子梁,那将来肯定是享福的。 没问题啊,你愿意嫁给他我不拦着,既然要结婚,你们就结婚好了,这是你们的自由,我不谈谎,但是别想着回来住。 还有,你也别叫我大舅哥,我听着恶心,我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。 谁特么稀罕跟你有关系啊,臭穷鬼,以后我刘子梁可就是拆迁户,百万富翁,有钱人,我还不想在你这坡地方待着了。 哥,你干嘛啊,你是不是就见不得我好,见不得我嫁给有钱人过好日子啊,难道你非要让我跟你过这种穷日子吗? 滚,你跟着你喜欢的黄毛赶紧给我滚,过你的好日子去,你也滚。 我不管,爸妈留下的钱就有我的一份,现在我结婚,你就必须给我,凭什么你一个人私吞,这些年你也偷偷花了不少了吧? 行,想要爸妈给你留的钱是吧?既然你要和那个黄毛领证结婚,那就把你的户口牵出去,投靠到那个小混混家里去,你只要牵走户口,爸妈留下来的钱我就给你,以后咱们两个之间彻底断绝关系,再无瓜葛。 好,你既然这么看不惯,我能过上好日子,我就偏要让你看看,我和子凉结婚后能有多幸福,我们肯定过得比你好,牵户口就牵户口。 爸妈,这一回,我的人生只为了我自己,我一定会考上大学的。 上一世,爸妈矿难去世,矿主老板跑路,我被父母领养的妹妹被刺杀死,只因为她爱上了我坚决不同意的黄毛。 被妹妹偷袭杀死后,命运齿轮开始转动,我重伤了。 一万二千一百二十五,爸爸,我也长大了,存了一些钱了。 看着上面的数字,徐夏阳心里也有了一点点安慰。 一万二千一百二十五,再加上上个月还没开支的三千块钱工资,那就是一万五千一百二十五。 这一万就先留作备用的,不考虑到戒毒费里。 徐夏阳算到这里,深吸一口气,目光也苦涩了起来。 不考虑在学校申请的各种补贴的话,这一个月最少也需要赚到两万块钱啊,还真是有点不简单啊。 徐夏阳出门,便去工地找张强,摆摊卖小吃,就是所有工有工人最赚钱的小买卖。 行,老舅,这人既然是你介绍的,那我肯定用心教。 老弟,要不是为了孩子上学,我要回老家,这手艺我还真不能交给你。 师父,你放心,规矩我懂,学会了之后,肯定不能和师父您出现在同一个夜市里,不在同一个地方摆摊,我肯定用心学。 这样,大外甥,老舅做人情也不能让你吃亏,你这县城的摊位和小吃车反正也带不走,正好就一块卖给我这小兄弟了,你开个价,保证他不还价。 师父,你这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,我绝对一分不少。 行啊,钱都是小事,我老舅都管你叫小兄弟了,这样,明早开始,连着三天,你就跟着我进货,出摊。 至于这夜市的摊位费,还剩下两个月,我也就不退了,你接着用。 车子,我的确是花了几个钱的,你给个成本价,一千五百,我这所有的配方,手艺,摆摊的门道,统统都交给你了。 谢谢师父。 第二天早上。 愣着干啥呢,上车,搁带你进货去。 师父,这,这是你的车? 怎么,看我摆小摊的,开不起这么好的车,告诉你,只要你好好干,那绝对都不是梦。 师父,你也太厉害了。 杂川这么赚钱呢? 杂川不赚钱,你学他干嘛,记住哦,咱们摆摊这一行里流传着这么一句话,那叫推着小车摆摊,开着豪车进货。 师父,这是一千五百,你点点。 徐夏阳腼腆地笑着,从口袋里掏出早就准备好的一千五百块钱。 哎,咱们两个还点什么点?行了,这小池车和夜市的摊子就是你的了,你可要好好做,别换了我的手艺啊。 放心吧,师父,你说的每一句话,我都记下了,昨晚,你让我自己在摊子上实营业了一会,卖出去三百多块钱,已经让我信心爆棚了。 经过三天的学习,不管是进货还是摆摊,他全都掌握得炉火纯青了。 行了,这里就交给你了,有机会到师父的老家玩一玩,咱们两个喝一杯,走了。 东西卖完后,徐夏阳直接来到了项目部二楼办公室。 何经理,是我。 是你,徐夏阳,有什么是你和你们老务公司的说就行了,找我也不顶用。 何经理,我是特意来谢谢您的,不是找您办事,我和我们包工头那边辞职了,不干了,下个月我就要回去高三读书了,明年一定要考上大学。 回去读书,现在才想明白。 何经理,我想明白了,还是读书考大学才能有出息,距离开学还有一个月,我在咱们公司外面的夜市摆了个摊,赚点学费和生活费,开学后好认真读书。 想着,这三年您帮过我,这事还是应该和您说一声。 你能想明白了回去读书那就好,虽然耽误了三年,但也不迟,比干小工好多了,你家离得不近吧。 徐夏阳想起妹妹已经跟着黄毛走了,结婚去了,心里不免又有些酸色。 不了,妹妹不用我照顾了,我现在就只照顾好自己就行,考上大学,有个好出路。 晚上夜市散场挺晚的,别回去了,你这三年没上学,早就把学过的知识忘得差不多了吧。 我基本不在这住,偶尔晚上加班会留下来,你就在这住着,不忙的时候复习复习功课,是理科吧,说不定有的问题我还能教教你。 何经理,这,我。 行了,三年前我要是连你妹妹一块资助,你也不至于耽误三年,但那也是公司的意思,现在力所能及吧,其他的帮不了你,这个还可以。 徐夏阳本来只是想要上来感谢一下他的,万万没想到竟然又欠下一份人情。 回到家里,徐夏阳扣上行李箱,正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。 你在家呀,来了好几趟,从来没见你开过门,我要结婚了,子良跟我去买的喜糖,请你吃,他都不记仇了。 行,结吧,你是我妹妹,我当然希望你过得好。 既然劝不住,自己也懒得开口了,省得改天再带着小黄毛来捅他几刀,他可受不住。 哥,我就知道你刀子嘴豆腐心,我想吃什么,子良就给我买什么,他带我去和他兄弟吃麻辣烫,还吃火锅,还去市里逛了一圈。 他兄弟请我们吃了那个汉堡。 好,吃得真好,对你好就行,你喜欢,我能说什么呢? 徐秋颖直接从口袋里掏出两个红本本,更是将前些天偷偷拿走的户口本又拿了出来。 看吧,我领证了,户口本上没我名字了,现在我是子良家的人了,户口在他们家。 好,挺好的,还是我妹妹办事速度快,麻利。 那你答应我的,把爸妈留给我的钱,给我当嫁妆,现在可以给我了吧,我都答应子良家里了,今天一定能把嫁妆钱要回去。 我婆婆都说了好几回了,咱们都是爸妈的孩子,凭啥这钱放在你手里,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,从来不给我。 你花了三年了,剩下的都给我,没问题吧? 徐夏阳想到,现在能够用爸妈留下来的钱,彻底摆脱妹妹和小黄毛,同时让她自愿主动地牵走户口,这也不亏。 好,都在这儿了。 爸妈怎么总共才留了三万块啊,现在就剩一万多了。 爸妈养了咱们两个十几年,从小到她没去过吃穿,你以为不用花钱? 他们两个都是最基层的矿工,你以为赚了很多? 三年前爸妈的桑葬费要花,这三年供你读书,吃饭,不要钱,你说为什么只剩下一万多? 行了行了,我又没说什么,一万就一万吧,反正你也是爸妈的孩子,你花了就花了呗,我又没怪你,这个月二十八号就结婚,你来不来? 眼见徐夏阳不开口了,他也直接无视了。 哼,爱来不来,我还省了你一个人的饭呢,子良爸妈还催我一定要请你去呢,看看人家多通情达理,谁像你这么小气,我将来肯定过得比你好。 上一世,爸妈矿难去世,矿主老板跑路,我被父母领养的妹妹被刺杀死,只因为她爱上了我坚决不同意的黄毛,被妹妹偷袭杀死后,命运齿轮开始转动,我重生了。 还好老天给了我重生一回的机会,让我看清了她的所作所为,这一世就这样彻底撇清关系吧。 她和妹妹之间也没什么仇恨可言,只是心寒和看清了而已。 孙叔,好姨,我努力读书,考上大学,将来肯定会报答你俩。 徐夏阳心情好,对孙叔叔两口子的感激也是发自内心的。 忙一天了,以后收了摊都过来食堂着,反正我们两口子做主,你一个人的饭还是管得起的。 徐夏阳看着面前的叔叔阿姨,一时间感觉视线有些模糊了,好像自己爸爸妈妈还在的时候。 好姨,孙叔,谢谢你们,孙叔,这么晚了还麻烦你们在这儿等我,以后你们把饭留在这里,多耽误你们回家了,外面天都黑了。 别操心这些,我俩搬到工地住了,上一套房子那房东不租了,攘架了,索性啊,我俩就在这儿找了个宿舍,凑合住就行。 住工地,这,住板房吗? 是之前的食堂库房,不碍事,收拾收拾,能放下一张床就够了,这样我们还省房租了,房东都要一个月五百了,真的太贵了。 好姨,我倒是有套房子,可以租给你们住,不知道你们考不考虑。 说着,他不等孙叔两口子开口,急忙先解释了起来。 我不是搬到工地来住了吗?我家里爸妈留下来的那套矿场家属院的房子就空闲下来了,房子不大,家里基本上什么家具都有,我妹,她也不在家里住了,房间也没人用,空着也是空着,现在我也正想出租呢。 对于妹妹的事情,想来她要和黄毛结婚,爸妈留下的钱也拿到手了,也不会回家了才对。 要是你们想过去住,我就不收钱了,正好还麻烦你们,天天给我准备三顿饭,这样正好,我也不用租给外人住,你们就住着,管我饭吃就行,咋样? 了卧室呢?行了,这太好了呀,不过这样你吃亏了吧。 就是,不行,你三顿饭我们包了,房子我们住,但必须给钱,就按差价给。 小许你点点,这是半年的房租,阿姨就先给你了。 不行,我不能收这个钱,孙叔,你赶紧劝劝,我真没打算要钱,你们管我饭吃就行了,我怎么还能好意思要钱? 另外好姨,你们先别着急,关于我家那房子,还有一件事我没说清楚,听明白了,你们再决定也不吃。 是,郝玉霞确实根本不吃这一套,直接抓起来那一千二百块钱塞进了他口袋里,这才心满意足。 不满你,从我俩知道你要筹钱交借毒费的时候开始,我和你孙叔就想帮你一把。 你也知道,阿姨有个儿子在外地读大学,多了帮不了,少了还是拿得出来的,这房租你必须收着。 看到你啊,真就像是看到我俩在外地的儿子那样,那臭小子,每次打电话就是要点生活费,两年没挣精将过面了,你想好了,回去读书,我给你好姨那是大力支持你,不用多说,房子我俩租了,钱你必须拿着。 徐夏阳看着对面孙叔两口子那关切的笑脸,兜里的一千两百块钱热的滚烫,瞬间就红了眼眶,用力地点点头。 孙叔,你们放心,等我考上大学,赚大钱,我一定不会忘了你们的,我还要带你们一起出去,还有张强大哥和经理,我师父,全都跟着我赚大钱。 他虽然自己就是卖闸串的,但也不能一天三顿,顿顿吃闸串,如今能遇到孙叔他们两口子,他自然感激不尽。 对了,好姨,我刚要说,我家那房子还有个问题,就是我爸妈那间主卧室我不想出租,我还想着,以后就算我出去读大学了,那房间我回家的时候,还是能看到他原来的样子。 你们要租的话,就只有我和我妹妹的两个小卧室可以住,客厅厨房卫生间什么的都随便用。 好玉霞听了这话,两口子都是一阵心疼,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下来。 放心吧小徐,我和你好姨那是仓库都能住得下的,你家还有两间卧室,调节好太多了,回头我和你好姨万姨吵架,闹粉居都够用了。 孙德兴,你还想跟我吵架分居,你还有这心思? 徐夏阳好似又回到了父母还在世的时候,看着他们亲热打闹,嬉笑开心。 小徐啊,再过两天就要交市场管理费了,下半年听说又涨了,一个月要四百多了,之前才三百呢,一次性就要交半年。 管理费,不是都交摊位费了吗?我这摊位是我师父留下来的,还有两个月才到期呢。 啥,张志刚没告诉你还有管理费的事吗?这钱可不能不交啊。 我就寻此摆摊一个两个月的,后面来不来还两说呢?这,摆摊一样手续啊。 哎,你这小伙子,这么大人了怎么感觉一点社会经验都没有? 马大哥,两千四百啊,这可不是小数目,那你说的那些手续我现在就去办行吗?那办手续要多少钱啊? 办也可以,最起码你这车子卫生就不达标。 交吧,不行就多卖两个点,证据把这笔钱赚回来好了。 这就对了,想赚钱就顺着来,市场管理可不是擅长,还会带几个黄毛绿毛的小混混,你说怕他们吧,还真不是怕。 徐夏阳刚刚沉下去的心,一听这话,突然眼皮狂跳。 黄毛绿毛小混混,不会这么瞧吧? 他脑海中浮现出刘子良那个鬼火非主流的黄毛形象,不由得在记忆里搜索起来。 小徐呀,你跟阿姨说,你和你妹妹咋了?之前不是你打工供你妹妹读书考大学,这她怎么要结婚了? 我妹妹过来了,她怎么知道? 这样,一早我要出门的时候,她正好来家里,见我们说是找她哥。 我就猜出她是你妹妹,现在才反应过来,是不是自作主张了?你们兄妹俩吵架了。 好姨,她是有什么事吗? 就是,她想回家住,听说我们是租了房子,但是你爸妈那间主卧室没人住,就想要回去。 徐夏阳一听这话,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了。 没事的好姨,房子你们就安心住就好了,以后不用给她开门,这事我来解决。 说完便出了门,刚出了门看见了徐秋颖。 哥,你怎么跑工地来住了,还把家里的房子租出去,我想回家住几天都不方便了。 上一世,爸妈矿难去世,矿主老板跑步,被妹妹偷袭杀死后,命运齿轮开始转动,我重生了。 徐夏阳见到妹妹,心里一片冰冷,没有任何清静的感觉。 你回家做什么?房子我已经租出去了,爸妈的房间你也别惦记了,不可能让你们回去住的。 那是爸妈的房子,我回去住怎么了?爸妈房间空也空着,不住不也是浪费了。 哎呀,哥,我在子梁他们家住的不习惯,他们家是棚户区那老平房。 和我有什么关系,对你好不就行了,跟我在家过了三年苦日子,委屈你了,何必再回来吃苦。 哎呀,子梁他们家就是对我好,子梁还带我买了,好多好多东西,你从来都不舍得给我买。 他带你买还是他给你买?带你,让你花爸妈留下来的钱,自己买的吧?除了给你自己买,还给你那老公,你公公婆婆买了不好东西吧? 徐夏阳看着妹妹逞强炫耀,毫不留情地直接点破。 不要你管,我,我花钱那也是子梁对我好,他天天带我出去玩,是好吃的。 这次来,我就是要带他们回家住,你不能自己一个人霸占爸妈的房子。 徐夏阳闻言,怒火止不住地往外骂。 你做梦呢,还想让他们一起来住。 我婆婆的意思是,房子拆迁之前,我们先搬回咱们家里住,公公婆婆住我原来那个房间,我和子梁住爸妈的主卧,你还住你之前的卧室呗。 徐夏阳万万没想到妹妹竟然会贪婪到这种地位。 行,你要搬回去住,也不是不行,但是房子我租出去了,一年的租金六千我收了,违约还要赔偿三个月租金一千五百,一共七千五百,这个钱你给我,我立刻就让租客搬出去。 我是你妹妹啊,只是想要回家住一段时间而已,你还要我付钱,你穷疯了呀。 规矩就是这样,你想要带着那黄毛一家住进爸妈的房间里,凭什么让我违约? 我,哥,你到底要干什么呀?你就这么不希望看到我过得好吗?我能过得幸福,难道就这么让你容不下吗? 未婚先孕,放弃学业,带着小婚婚敲开自己家的房门,拿走户口本,登记结婚,这些就是你所谓的幸福人生。 我就是想要嫁给子梁,他才是对我最好的人,我有什么错,我不需要你替我做选择。 可以,我替爸妈幼养了你三年,供你读书,考上大学,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,我也已经全都给你了。 现在,我不欠你什么,但是爸妈的房子,就算是死,我也不可能让你带着那小婚婚一家住进去。 好,你说的,等我和子梁拿到拆迁安置款,你别哭着来求我,看你穿的还和以前一样,又破又脏,你就一辈子在这个工地上打小工吧,一辈子没出息,连高中都没读完,你只能干苦力。 好,今天,不妨也把话挑明了,你追求你的幸福,过你的好日子,不要再来打扰我,户口你已经迁走了,房子也是矿上的房子,你也拿不到一分钱,让那黄毛小婚婚一家子都不用想了。 徐夏阳,没想到你能说出这么绝情的话,爸妈要是在的话,绝对不会让你这么欺负我的。 你根本不了解子梁,子梁的家人对我很好,才不像你这么冷漠无情。 我妹妹说的对,太对了,所以我不打扰你,你不打扰我,这不正是最好的选择吗? 见到哥哥竟然始终如一是这副态度,徐秋莹也彻底没办法了。 好,徐夏阳,你别后悔,等子梁家的拆迁款下来,我绝对过得比你好一百倍,一万倍,子梁才是对我最好的人。 说完,直接头也不回地离开了,徐夏阳平静地长出一口气,死过一回,他可不想重蹈覆辙。 小徐啊,这你和你妹妹。 没事的好,阿姨,你也看到了,我妹妹出了这当子事,我本来不想让更多人知道的,房子你们安心住,千万不要让她带人,回去,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,你们第一时间通知我就好了。 小徐啊,阿姨多嘴,但刚跟你们说话,我也听到个差不多,你妹妹她考上了大学不读,还怀了一个小混混的孩子。 要结婚嫁给她,你这三年来吃了多少苦,不都是为了供你妹妹上学吗? 好姨,这事我肯定是劝过了,但你也看到了,我妹妹铁了心了,我劝她一句,那就好像要嘎了她一样,根本劝不住。 那小混混还天天嚷嚷着要嘎了我,我妹妹又帮着那小混混,我难道还要搭条命进去吗? 惹不起,躲得起。 哎,这要是我自己的女儿,我肯定心疼死了。 那,有时候也不知道这些孩子到底是怎么想的。 回到宿舍,徐夏阳开始了复习。 这没读过高三的和人家刷题,刷了一年的,真的没法比啊。 这时,突然走过来一个人。 老何,何经理,也不在宿舍,有学着的大学生,还不如早点跟我干活,一年包你少说赚十万。 薛哥,你今天怎么有空,何经理又去甲方那边开会了,估计的后半也能回来。 说真的,你小子真准备去考大学啊,我给你安排关系,你去走个过场,就跟着我开瓦机得了。 我保证你三五年内自己组个班子,十年之内自己当瓦机老板。 薛哥,这我要是没机会回去读书,还真就厚着脸皮跟你干瓦机了,等我要是考不上,我必马死心塌地的回来,跟你干瓦机。 行,算了算了,还是考上好,读大学,出去好好见见世面也好,我家你小弟倒是想读书了,想考大学了,可那年不知道被哪个玩意下学路上打坏了眼睛,行了,你想读就读吧,只要你回来,想干瓦机的时候找你薛哥,一准给你安排。 没事薛哥,等我要是能考上大学,带你家我小弟去学校里逛逛,大学啥样,我一点点告诉他。 行,你小子可说准了,考上个好大学,我儿子当年那可是中考状元,我还忘了,听何勇说你小子在外面夜市摊上爬了个炸串摊,改天我也去尝尝。 这是徐下阳文言,脑海中下意识地蹦出一个念头。 那就后天吧薛哥,你过来帮我碰碰场,我请你吃,可以把咱土方队里那几个班长一块叫场,大家都挺照顾我,后天我请客,你们尝开吃。 行了,你小子终于开窍了,懂得跟我们活动活动关系了,走了。 说完,他就离开了宿舍。 薛哥,我刚忘说了,我让你后天来,是因为我刚租的摊子,听说后天有些小混混来收市场管理费,还是挺有背景的,所以。 屁大点事还用得着说啊,行了,知道了,下次有屁早饭啊,都拉裤兜子里了。 上一世,爸妈矿难去世,矿主老板跑路,被妹妹偷袭杀死后,命运齿轮开始转动,我重生了,接上级,我忍着怒火,把妹妹赶出了宿舍。 对不起周经理,都是我引来的。 跟我客气啥,这谁不知道你是啥情况,小徐啊,你都要回去读书了,想好考什么大学没有,或者想学的专业,了解过了吗? 这,没想过,只想着能回去读高中,考考试试,还不一定能考上大学呢。 这样啊,那你得好好考虑考虑了,正好,我家表弟去年考的大学,也是咱们这边的孩子,等我周末回家把他那个报纸院的参考书什么的拿过来,给你看看。 谢谢周经理。 周经理,您对大学读什么专业有建议吗?我想参考参考,就我这条件。 你的情况啊,我倒是也了解过,缺钱,还没人卖,不管学啥专业,以后也只能是自己摸着石头过河,你觉得工地,怎么样? 工地? 要是你能考上本科的土木工程专业,毕业了就能就业,你要是愿意,等你大肆招聘会的时候,直接让老何给公司人士那边说说话,还能直接把你分配到他手里,这就是你的人脉。 徐夏阳听到周志海描述的这么详细,一时间还真有些行动了。 周经理,我要是真考上本科的土木工程,真的能和你们做一样的工作吗?这我倒是挺感兴趣的。 行了,我就是提个建议,等我下周把我表弟那报考纸南达过来,你再看看上面的专业介绍和对口学校。 走了,我去和门卫打声招呼,以后别让什么人都进来骚扰你。 大舅哥,那是你亲妹妹啊,蚯蚓哭着回家的,我的女人我宠,就算你是他哥,我也得来问个清楚,我跟我大哥是这片夜市的市场管理,难道没人告诉你吗? 刘子梁,这都过去两天了,你才回家,才知道啊,赵刚呢,怕让你来的。 我多久回一次家跟你有批关系,你妹妹嫁给我,那就是我家的人了,不需要你来管,能明白不?教训你,还用我大哥发话。 你那个大哥赵刚就没跟你说啥,没让你这几天不要到市场来,你不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事? 我大哥说啥跟你有关系吗?没有我大哥说话,我这个市场管理不好是呗,徐霞阳,别以为我稀罕你那破炸穿摊子, 我马上拆迁就是有钱人了,但你多管闲事,我不会就这么酸了的。 说完刘子梁就离开了。 乖乖,出去每天进货的成本,一共八千多块,三万块钱毒费,我半个月就赚够了。 夏阳,夏阳快出来,你妹妹和妹夫整了个小吃车,也来卖炸穿摆摊了,要占你位置,马哥他们正不让呢,你赶紧出来看看啊。 徐夏阳急匆匆地跟着摊主跑到夜市摆摊的地方。 我哥的摊位给我用怎么了,反正他也没花钱,凭啥不能让我们摆啊,你们咋不去外面呢,那边人少,位置不好,我就要在这摆,我老公还是市场管理呢,想在哪摆摊就在哪摆摊,你们管得着吗,多操心操心自己的事儿吧,老在这儿多管闲事,吃饱了撑的。 你,你这女孩子家家的怎么一点脸都不要呢,你哥辛辛苦苦打工三年,供你考上大学,就是让你在这儿帮一个不务正业的混混在街头抢摊位的。 哥,你来了,咱们俩挤一挤,都在一起摆摊吗,反正这么大地方你也用不了。 马哥,交给我就行了,你回去准备晚上做生意吧,工人马上都下班了,别耽误赚钱,不吃荡的。 看到没,打起来了,就这还想赚钱,从来的到现在,就卖出去一份,路过的看都不看他们,哼,活该。 马哥,关心人家干啥,今天过来人多,抓紧干自己的吧。 学哥,你今天怎么还亲自压车了? 顺路坐车半点事而已,那边刚刚打架那几个,你认识? 认识,就是我妹妹和她找的那个小混混,叫刘子良,染黄毛那个就是,让你看小话的学哥,估计这事儿,别进去吧。 嗯,不仅要赔钱,但对方先动手,这顶多也就三五天。 问题不大,赔了医药费,基本就能出来。 刘子良,原来叫这个名字,小黄毛还挺猛的,要是有机会,这黄毛你给我介绍介绍。 学哥要认识认识那小黄毛,难道是看上他,要收他当小弟? 哎,夏阳,刚刚那是薛凯吧,是不是又有什么好事啊? 如果有好事,我也肯定不会忘了你的。 夏阳啊,这回这个忙,可轮到你把我来啊,那个小黄毛是你妹夫,对吧? 要是不出意外的话,这两天保准要来找你,你到时候就说给他介绍工作,只要他答应了,你就给我打电话。 学哥,这点事我肯定帮你瞒,学哥,你真看上那个黄毛了,是准备收他当小弟? 是的,我准备收他当小弟。 知道了,学哥,他要是真来找我,我就帮你介绍过去。 虽然不知道薛凯为什么那么肯定黄毛会回来找他,但自己也不想多管闲事。 好,那我走了,大哥,真查清楚了,就是那个小黄毛当年划上我大侄子眼睛的,叫刘子良,我去查过了,时间对得上, 看他打架时候那封样子就和我儿子描述的一模一样,可算让我找着了,既然没证据, 那当爹的就亲自给儿子报仇,这回他是落到我手里了。 大哥,这事真不跟麦炸川那小子说一声,他和他妹夫不是有仇吗,万一不给你牵线搭桥,这不还得偷摸下黑手吗? 下次说话动动脑子,我就是要让那小黄毛一辈子搭进去,有几个人能扛得住肚子,走。 哥,你怎么从外面回来了,我正好找你有事。 你来干什么,不都跟你说了这地方是人家工地办公的地方,你能不能别总来捣乱? 哥,你要帮我呀,昨天我们可是在你摊子上摆摊才出的事,要不是你让我们在那干,也出不了事啊。 你住口,那摊位是你骂了一圈摊主,死缠烂打从我这里抢走的,我已经不跟你计较了,是你们和去买杂串的工人起了冲突,和我可没有半点关系。 哥,话不能这么说,你当时要是拦着,我们就不在那摆摊了,而且你要是早答应我的,带着子粮一起干活,也不可能闹出这种事来啊,那工人耍无赖,还在医院躺着,不肯出来。 这些破事我没兴趣知道,在医院躺着养伤也能适合你们,我看你和那黄毛还真是一家人,以后都别来烦我。 哥,你就帮我这一回,我保证是最后一回还不行吗,再也不来找你了。 那工人非要五千块钱才肯和解,子粮从昨天被抓进去,现在还没出来呢,也不知道吃得怎么样,睡得怎么样,一定要我赔了钱才肯放人。 行啊,这钱我是不可能给他出的,但是,我帮你联系一个人,他好像挺看得上那个黄毛的,但不管如何,这日之后,你少来烦我,能听明白吗? 上一世,爸妈矿难去世,矿主老板跑路,被妹妹偷袭杀死后,命运齿轮开始转动,我重生了。 就算现在有量解书,他最少也要拘留十天,钱,你们赔给受害人就行,以后安分点。 凯哥,您都肯帮忙,赔这五千块钱了,就再帮帮忙,让他们把子粮给放出来吧。 十天啊,这现在天气变冷了,在里面怎么受得了啊? 这个,我也是听夏阳的过来,帮忙就个急而已,让叔叔把他放出来。 哼,我可办不到。 夏阳,那这事就先落定了,我那边工地上还有点事,我就先走,后面有啥事,你再给我打电话。 麻烦你了凯哥。 兄妹两个看着薛凯转身就走了。 哥,你干嘛啊,故意的是不是? 你抽什么疯? 你看你找的人,就不能帮人帮到底吗? 他那种大老板,认识的人脉肯定广,帮忙找找人,把子粮弄出来,明摆着就是很简单的事情。 我已经帮你想办法给那黄毛找人来赔了五千块钱了。 人家是大老板,也就是张然的黄毛,认识什么赵刚的情面上才给的这个钱。 你以为是看到我一个穷摆摊的面子上? 徐秋颖一听这话,瞬间背对的哑口无言。 人家薛凯帮忙和工人说和,赔了钱,好说歹说,这次签了谅解书,你不知道感恩? 不问问还钱的事也就算了,还在这埋怨,滚,以后没人帮你们。 哥,我错了还不行吗?我这不也是太担心子粮在里面过得不好,太着急了而已。 这样,你帮子粮安稳下来,以后我见都不见你,这行了吧? 没空,我也没那么大本事,别耽误我回去准备摆摊。 哎呀,哥,这子粮家马上就拆迁了,有的是钱,他的确是静不下心来做闸串摊这种小买卖,他就想干大买卖,这不正好有机会吗? 哪来个大买卖,你睡着了呀,做梦呢? 就,那个谁,刚刚那个大老板好像对子粮印象不错,五千块钱说给就给了,还没说还钱的事儿,那你再帮忙求他给子粮安排个工作。 刘子粮他也配。 我是你亲妹妹,爸妈都不在了,就我一个亲人,你不帮我你帮谁呀? 以后,不准你在我面前提爸妈,等到黄毛敦十天巴黎子出来之后,我会给薛凯打电话。 这十天里,你要是赶来找我,那我绝对不会给薛凯打电话,也不会开这个口,滚。 说完,压根不管徐秋颖什么反应,直接离开。 小徐,还没睡呢,快开学了吧? 没睡没睡,和经理,我在定证错题,到月底还剩六天,九月一号开学。 定证错题,让我看看,我这都工作多少年了,对于高中的知识还能记得多少。 何勇看着试卷,突然一脸欣赏地看向徐夏阳。 夏阳啊,三年没读书了,你还能沉下心来学习,还能有这个分数,千万别放弃高考,你就是读书的料子,一定会考上好大学的。 知道了何经理,我也想过,自己摆摊最多也就在坚持一年,赚够大学的学费,后面肯定要离开这里的。 大学学费,我可以帮你想办法,你只要高三努力复习,能考上就行,别让其他事情分了心,钱不用你操心。 哎,谢谢何经理。 第二天一走,徐夏阳就准备去进货,刚走一会便看到一个街口人满为患。 哎呀,你们平平理啊,谁家儿媳妇这么败家呀,一顿早饭,她糊了六个窝瓜呀,谁家好人能一顿吃六个呀,这日子没法过了呀,就是看上我家拆迁款来的呀,败家玩意呀。 你个老东西,别在这儿丢人现眼,六个窝瓜都还是我花钱买的,给你吃都不错了。 你哭什么,我花你家钱了,我看上你家拆迁费,笑话,都三年了,你们一家四还住在这破窝棚里,拆迁款在哪呢,一毛都没有。 哎呀,这日子没法过了,我儿子找了个什么造孽的,怀了孕就往我家跑,胆也赶不走,一点脸都不要了。 拆迁款下来,我儿子什么样的找不到,最差也得是大学生才配得上我儿子。 哼,你儿子还想找大学生,他也配,他现在可不听你这个老东西的话,他听我的, 他还要养我一辈子,养我孩子一辈子,有能耐药,没能耐养啊。 你们听听,你们听听,这儿媳妇多歹毒啊,我造了孽啊,你做梦。 哼,老东西你也就欺负我有本事,随便你哭死也没人管,我还不吃那破窝瓜了,我去接你儿子出居留所,顺便在外面吃,窝瓜留着给你送中。 徐夏阳万万没想到吃瓜吃到自己身上了,徐夏阳立马就走了,上一世他已经付出一条命,还是妹妹亲手拿走的。 哥,哥你出来。 什么事,说完赶紧走。 知道了哥,就是,那件事啊,咱们说好了的,那个叫薛凯的大老板挺喜欢子良的,你帮忙联系一下,给介绍个工作呗。 子良,赶紧跟哥说说,哥认识那个大老板,你不是也听说过那什么薛凯吗?让哥哥给你介绍一下,说不定就行了。 哥,你要有办法让我跟凯个婚,到时候我做大工程赚钱,可以呆呆你。 哥,你就帮帮忙,子良都这么求你了,那大老板看上的是子良,你光认识也没用啊,又不能赚大钱,子良说不定真的可以去给那大老板干活的。 算了,我可不想跟你们有什么瓜哥,你既然之前跟赵刚一起管理市场的,那你就知道薛凯是干什么的,我只能给薛凯打个电话。 他来不来,你能不能跟着他,那都是和你们的事情,和我无关。 我知道,我愿意,你能给我联系上薛凯就行,能不能成都不怪你。 行,我可以试着联系,还有一件事,我打这个电话,以后你们有啥事也都别来烦我,咱们两不相欠,再也别联系。 行,我答应,那以后我们拆迁了,跟大老板做工程了,你也别来找我们,行吧? 一言为定。 哈哈哈哈,终于打电话来了,大哥咋了,有啥事了,去哪,大哥这么开心,好事啊。 上次跟你们说那小黄毛,哈哈哈哈,等了这么多天,主动找上门了,我能不开心? 是那小子,大哥,咋安排,让他一辈子也抬不起头来。 我说要弄他了嘛,赶紧给我订一个豪华包间,楼上再安排一桌最高规格的好菜。 夏阳,忙着呢? 凯哥,人在这呢?你看。 薛哥,我,我叫刘子良,您教我黄毛就行,谢谢您那五千块钱,我。 哦,我知道,夏阳的妹夫嘛,没事,年轻人冲动了点,都会犯错误。 以后小心点就是了。 上一世,爸妈矿难去世,矿主老板跑路,被妹妹偷袭杀死后,命运齿轮开始转动,我重生了。 夏阳你看你,不就是五千块钱吗?一个小忙吗? 这还犯得着非得让你小舅子当面说声谢谢啊,把我当外人? 凯哥,不是,我。 那个薛哥,是我让我哥给您打电话的,我想着,五千块钱怎么也得还给您啊? 不过既然您不要钱,那不行就让子良跟着您,给您打工。 对,薛哥,我什么活都能干,傻事都愿意干。 那个,我家马上拆迁了,有本钱,我听说您是干大生意的,我可以跟着您帮忙。 拆迁下来有几百万,我也能帮您处理点小工程什么的。 那要不,就试试。 大哥,以后我就跟您婚了,你让我往东,我绝对不会往西,一切都听大哥的。 好,我就喜欢你这种有胆量,有志向的年轻人,那这应该摆一桌,走,跟大哥晚上喝酒去,大哥安排。 哎,大哥,都听大哥的安排。 夏阳,要不你也跟着去,晚上喝点,一块玩玩,弟妹吧这是,能说会到,羡慕我这弟弟娶了这么个好媳妇啊。 晚上吃饭,要不你跟着去一块看着他。 不了不了,哎呀,家里还有好多事呢,薛哥你们去就好了,我就不跟着了。 不了凯哥,你知道的,我晚上还得摆摊,前两天不说了,司机班这些日子拿土方早住晚归,还让我给准备宵夜吗? 忘了忘了,瞧我这记性,行,那就改天,这以后都有的是机会。 哎,哥。 还有事,别忘了刚说的,以后互不打扰。 怎么样,以前你看不上子良,现在子良都能跟大老板混了,有出息吧,我就说你不了解他。 我二十八结婚啊,办婚礼,在子良家摆酒席,你要不要去啊,不去可别后悔啊。 夏阳啊,你也别伤心,这你以后读书考上大学了,肯定比那个小混会有出息。 你这么聪明,怎么可能一辈子摆摊呢? 以后你也开公司,开小吃公司,雇员工摆摊,你当老板,对不对? 嗯,好意,你咋了?你俩要回老家呀?怎么突然说得这么伤感? 啥玩意,我要回老家,你和你妹妹刚刚在门口吵架,我们都听见了,我是怕你被那些气话伤到了。 你,没感觉? 好意,我像是那么脆弱的样子吗?别说他们一家还没拿到拆迁款,就算拿到了,就算是现在跟着大老板去当小弟了,那和我有啥关系? 我就说嘛,夏阳这孩子那么乐观,怎么可能就这几句话就伤到了? 我们夏阳以后考上大学了,也开公司当老板,肯定更有出息。 开公司,雇人摆摊做小吃,我也当老板。 哎,夏阳,听说你妹妹那边要办酒席了呀,最近不少人跟我唠过,这两天你妹妹可是和她那个婆婆越吵越凶,就差动手了。 马哥,你说我能当老板吗? 啥,我跟你说你妹妹结婚的事儿呢,你当啥老板,你就真一点不关心。 马哥呀,你说那些,但凡脑子正常的人,谁不知道啊? 我妹妹,她自己过得不好,她自己不清楚吗?从发现苗头的时候,我就开始劝,都恨不得把她锁家里了,她都能撬开门锁,跟那小混混出去玩。 我就那么一说,她自己选的,过得好不好的,关我啥事,不聊了,说说,你那个当老板的想法。 马哥,这事儿我还只是个想法,你说,要是有人花一千块钱,请你教她探煎饼,你愿意不?要是我能拉来十个人,一百个人,你能赚多少钱? 你这想法行啊,探煎饼,那有什么难的,跟我来干两天,保准啥也会了,挑一个好地方,不少赚钱。 对,就是这种想法,但说,不能这么说,你要说,这东西好学,那也难学,只有跟着你学,才能做出好味道。 展开说说,那咱们怎么吸引更多的人来学百摊啊?你小子的脑子,是我见过最聪明的,肯定是已经想好办法了,对不对? 我也没想好,那这法子肯定行。 没事没事,法子是好法子,那就肯定能赚钱,你放心,这个创业思路,马大哥帮你保密,绝对不告诉别人。 行,马大哥你等我,我一定能想到办法,到时候开大公司,还有孙叔,好姨,我师父,张强他们全都去公司里上班,都当大老板。 李老师,有时间吗?我今天休息,特意去学校,看看手续,把事情办一办。 说是让我找李主任,我问门卫,说是在这个办公室。 没事,李主任今天去市里听课了,你的资料,你们学校那边前段时间统一报过了,我给你归档了,这下等你开学,学费方面这边会每年补助五千块钱。 哎,谢谢啊。 另外,你去宪法院,找政府处长,那边正好有事找你,说是联系不上你,去你家没人。 好了,学校这边研究过了,借读费给你减免一万块,这样一算的话,九月一号开学,你还需要出一万五千的借读费,一万五千,有困难吗? 没困难,谢谢李老师,开学的时候,我会按时来交钱的,那个我就读一年,校服和课本什么的能不能? 课本没改,你家里有的话,还可以继续用,校服你也不用操心了,既然回来读书,那就努力点用心学习,希望一年后你能考上一个好大学。 谢谢李老师。 看开点,人已经没了,现在能赔钱就很好了,不过你可小心点,别让妹妹听了消息,到时候回来,分钱可是免不了的,虽然户口签走了,但也保不齐婚到事。 户口他已经签走了,人家法院说了,按照户口本具登记,这不赖我,爸妈留下来的存折我也给他了,我现在就是担心,回去读书了,晚上还能出摊,中午咋办? 中午,我倒是认识一个人,只能上白班,不能上晚班,正跟我念到想找个中午两三个小时能赚钱的活儿,要不,我给他打个电话。 嗨,我就那么一说,这事确实是欠考虑。 这确实是个顾虑,要是这时候先交出来一个人,让他做出成绩来,然后再去向更多的人介绍,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宣传方法呀? 你别说,有道理呀,我要给你介绍,那人是我老乡,他现在就是晚上给人做物流送货,一个月六千来块,那你就不担心他学会了,直接断了你摆摊的财路。 怕什么,畏首畏尾的,什么时候能当老板,你联系他,要是愿意的话,明天就让他来跟我一起出摊,派学前我们把他交汇了。 上一世,爸妈矿难去世,矿主老板跑路,被妹妹偷袭杀死后,命运齿轮开始转动,我重生了。 今天有人家娶媳妇啊,挺热闹啊,看着,小哥,你天天都这么早去进货啊。 是啊,早上进货批发价,便宜换新鲜,要是你以后回老家自己排摊,就可以赶岛上这时候去你们那边早市逛逛。 如意试相也就是刚刚在市场里我说的那些。 哟,准备开学了,最近比较忙,一直没回家,昨天回去了一趟,正好把这志愿指南给你拿过来了,你可以先了解了解,看看哪些大学和专业感兴趣。 谢谢和经理,我都差点忘了这事了,我还是头一回知道有这么多大学呢。 谁不是头一回知道啊,报志愿之前,普通家庭的孩子有几个知道自己想读什么专业,想去什么大学的,都是睁眼瞎。 哥,许夏阳。 他怎么又来了? 不想见啊,那我出去帮你打发了就行。 有事吗?不是说让你别来找我了? 我婆婆妈说,今天该回门,让我回娘家住,你把,爸妈卧室要是给我下,我回家睡。 娘家?爸妈走了多少年了,没什么娘家,你也不用打爸妈卧室的主意,我是不可能让你带着那小黄毛回去活活的,没事赶紧回去吧,以后我不住这儿了,你也别来找我。 哥,你到底咋了呀,就因为我嫁给子梁吗?爸妈在的时候,咱们一家人多好啊,这三年。 是,你也照顾我,怎么就因为我嫁人了,你就开始不待见我啊?跟我说几句话也不行吗?家就不是我家了吗?爸妈的卧室,我只是想进去看看,这都不行吗? 大学9月5号开学,你还有时间,我会让好姨他们明天把你的录取通知书带过来。 开学之间,你都可以来,报到迟到的话,大学那边就会退档案回员级,没有入学资格了。 哥,我怀着孩子,怎么读大学啊?那我的人生怎么办啊? 夏阳,高三四班,你赵老师的班,你认识路吧,自己过去好了,他正好再给班里调整座位,就别等他来带你了。 哎,好嘞,谢谢李老师。 夏阳啊,放学了,回去上学第一天怎么样?还适应不,实在不行,明天我让老孙一个人打饭,我先替你去把摊子置上。 没事好姨,我跑跑步就当锻炼了,这来得及,麻烦了好姨,那我出谈了。 怎么样,我这个老乡,是个实在人吧,走的时候告诉我了,说是一中午利润就赚了四百多,他都不敢相信。 还说,本来是打算做两天,试试看的,现在,反而有点不舍地走了,还想一直在这干了。 那是,这么赚钱,可是比一般打工赚得多多了,摆摊还不用替老板骂人,想干就赶,又想干就不赶,自在多了,等他全学会了,也能回老家,自己摆摊了。 哎,就说读教学那事,我又联系了几个人,我还让大伟回去,在他的司机班公司里宣传宣传,要是有感兴趣的,就来跟咱们签合同。 哎,海干呢,咋了,不认识我,听说,你以前也跟着我大哥混过,仔细一打听才知道。 哈哈哈哈,以前跟着开挖机啊,你妹妹跟我可是享福了,怕什么也不用干,生了孩子,给我带孩子就行。 小混的不学好,早晚把那点家产都败坏光了,等着看他流落街头,乞讨要饭。 老马,管太宽了,花的也不是咱的钱,过好咱们自己的日子就够了。 别人能穿金带银,那我信,就那个黄毛被碎样,薛凯人家是偶尔带他一块,有时候薛凯不去了,这黄毛还偷摸跑去玩呢,都是连店里借的钱,少说也借了十几万了。 你静下操心,薛凯的小弟,那这笔钱还不是说勾就勾了,再说了,他家那篇洞签的事,谁不知道,再晚也就一年的事,几百万就到账了,还差这十几万。 何经理,你什么时候回来的,我这一点动静没听到。 没事,就是看你学的挺认真的,欣慰啊。 没,我这是笨脑纤飞,三年没学了,还是得比别人更勤快点,才有机会考上一本啊。 勤快点好啊,睡吧,早点睡,明天还上学呢,等你考上大学,拿到一本录取通知书,我再送你个礼物。 考不上可没有啊。 您放心,您不记得,我也记得,等我真考上一本,一定找你啊。